帶著國人的祝福和期望 中華青少棒隊十八位支隊員 今天中午搭乘華航班機飛往修行山 棒球隊的人士和球員的家長 都在機場和他們親切的話題 台北市長張崇希也親自趕到機場運行 他們將在機場運行做三天的夜間訓練 然後開到英里安那州的蓋瑞騰參加比賽 這次比賽擁有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歐洲 和葛多利哥等十個隊參加 採取雙潮態勢 本國之系的聖武儒、劉厚德和導播王海 今天也重機飛往美國 將陸影報導美核隊在美國比賽的實況 再次,放鬆一下 然後再次,往修行 和美核隊中 進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